那你弟把我的车借走了那么久了怎么一直不还回来啊 叫他拿回来给我啊 我又用啊 你不是还有摩托车吗 我摩托车我摩托车有时候不方便啊 要开小车啊 改什么小车吗 费油了很 什么费油啊 他说他借去两三天 现在一两个星期了都不还回来 怎么回事嘛 给他说一下叫他开回来啊 快点了 坏了 什么坏了 他把你车开发了现在受伤了都不敢跟你说 我一直没把我车还回来 原来是把我开车开发了呀开坏了呀 是啊 那坏得多吗 都报废了 报废了 我弟现在人还在医院呢 我就想了如果坏的少了我自己修 坏多了让他再陪我呀 那你不是有保险吗 那保险 那可以成什么样子了吗 那让他也处理好了给我拿回来呀 哎呀他现在人还在医院呢 腿都骨折了 腿都骨折了 那怎么不跟我说啊之前 不敢跟你说啊你要骂死他的他要跟你说 那个 还不敢跟我说我把我车开翻了还不敢跟我说啊 隐瞒到现在两个星期了呀 他现在在医院医药费都没有 哦没有 活该啊 那个翻了就死了吧 把我车 我弟他死了我怎么办呢 那把我车开过去也不给我还回来啊 有问题也不跟我说啊 车重要还是人重要 那当然人重要啊 那你干嘛说死了就算了呢 那他也应该手心用一点啊 手心用他是 他不是不手心用他是不敢跟你说 那他他说这两三天就 就拿回来那两三天到了那他 不管他那他也跟我应该要跟我说一声啊 都说了不敢说怕你骂他 怕我骂他 他现在在医院医药费都没有 我身上有全 我身上的钱全部拿给他都不够 我你还拿钱给他做医药费了 啊 你的钱也给他交一下医药费吧 什么叫我的钱也给他交一下医药费啊 你借车给他他才开翻了嘛 我借车给他开翻了 还要我给他交医药费啊 应该的啊 你要不借他就不会受伤了 什么叫应该的啊 借车是他的事啊 是他自己想借又不是我想给他借 你最后还是借给他了呀 现在他受伤了你就得给他赔医药费 我是出于好意 我是他姐夫我才想借车给他用嘛 这现在开翻了关我什么事啊 他自己技术的问题啊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 好伤人啊 怎么就伤人了嘛 那他技术本来就有问题了 他来怪我的车啊 那你想着他技术不好你还借给他 那他想借啊 我们本来都想偷偷瞒着你 你老是问我老是问我 那现在你拿医药费来吧 我拿去给他 我还还要我要医药费 神经病吧 是你神经病 你明明知道的技术不好 你还要借给他 我没有医药费啊 那个车我 我的车赶紧弄好了 给我拿回来 车子啊 在那个 报废场那里 你自己去看吧 你自己修 还有医药费也给你出 医药费也要我出 我车都给我开报废了 还要我出钱 你要不借给他 他大点就没了 我都损失车了 他还怪我咯 本来就怪你 要是他 要是严重的话跟你没完 赶紧拿起来 问了就拿钱给我